我根本不想替你找 还有呢 就是说你的态度不够坚决 你要坚持 有 怎么没有 有 没有 有 慢慢就有了 是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八十年代 我们很辛苦 比如说要票 火车票 非净票 都有排队 所以你到那儿 他们说没有 没有了 所以第一句话 我就学到我来中国的时候 我就是没有 八十年代是在有和没有之间 你知道吗 现在什么都有了 但是要看你的态度 态度好 有就有 态度不好 有也没有 这个就是国情的变化 那你怎么样建立一个品牌 当地那个文化 就影响 对吧 要创新 往前走 常常也往香港跑 对不对 在香港也有公司 你觉得香港人跟北京人 有什么不一样 那么因为历史的原因 对吧 香港的历史跟北京的历史不一样 全世界也有中国人 不一样的 不一样 美国也有唐人街 英国也有 伦敦也有唐人街 所以很有意思 我发现了 这跟他们的当地文化 受影响 对吧 那你觉得 在中国要做一个好的公关 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中文英文都要说得好 对不对 而且像你刚才说 要创新 对 必须要创新 而且原创 往前走 就是你一定要 你做一个leader 带你一定要带 不要跟着 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 而且你要了解你的市场 了解你的顾客 了解你的目标 你到底要做成什么 对 很多种方式 但是第一 一定要了解你的 你的那个 target audience 你要对谁 男人还是女人 对 你都要分析 所以你必须做 你的市场调查 对 然后呢 positioning 你的地位在哪 定位 定位 非常非常重要 我发现 最近这几年 美国的产品 在中国 这个公关 形象定位 做得很出色 星巴克咖啡 本来中国人 是不喝咖啡的 对 喝茶的 咖啡完全是 西方来的 那你怎么样 建立一个品牌 这个就美国人 我发觉很厉害 我发现了 现在一个 很有意思的 新的方式 就是外国和中国 一起建立他们自己的公司 也有效 很好 为什么呢 从外国来的一些 什么理想的想法 这个概念 这个经验 和中国很了解市场 一起的搞 是很强的 因为公关在美国的社会 很有历史 是 像白宫里面也有 lobbyists 专门是游戏的 这个是最早 在美国 而且最强 确实在美国发明的 五十六十年前 的人 发明了这个概念 这个行业 以前 不存在 对 工作宣传 工作 但是不一样 他们就把它 变成一个专业 去一年 去一年 Aim 游戏